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陛下 最好这样 不然的话你又要倒霉了 陛下 放心 陛下 就算几刹果给了他们粮食 那也是白搭 因为我已经在他们回来的必经之路上设下了埋伏 你就放心吧 你这个家伙真够歹毒的 还不是跟您学的吗 天呐 我现在真的很怀念先王十地宫里的那些发光的蘑菇 是啊 那味道一定很不错 办完事让你吃个够 只怕我撑不到那个时候了 长老 军中已接近断粮了 情况很危急 告诉将军 军粮按半数罚放 即使这样也坚持不了三天 现在最重要的是给无忧多争取时间 明白了 长老 快看 我们终于到了 陛下 真的来了 陛下 真的来了 谁来了 瞧你这慌慌张张的样子 是陛下国的人来了 什么 真的来了 怎么这么快 他们来了多少人 有他们陛下国公主连同两个随从一共三个人 什么 才三个人 陛下 看样子他们是闹饥荒了 这次来肯定是要粮食的 不行 绝对不能给他们粮食 这要是让黑风国知道了 他们一定不会放过我们的 可是陛下 要是这样 贸然回绝陛侠国可能也不太好吧 毕竟我们是友邦 是啊 得想个万全之策才行 陛下 我倒有个好主意 高 实在是高 是公主殿下 欢迎欢迎 欢迎光临 参见国王陛下 公主大驾光临击沙国 真是万分荣幸 诸位 这一路上辛苦吧 一定饿坏了吧 这个 我们已经备下宴席给各位洗尘 请坐 诸位 上菜吧 大家请便 都不要客气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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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交场合 你们两个注意吃相 听见没有 比一下 你这个意思 不是 诸位 我有事恕不奉陪了 请诸位不要客气 可是我们陛下 无忧公主 有什么事吃完再说吧 请慢用 公主殿下 有事就请说吧 陛下 这是陛侠国皇后和长老 给您的信 请您亲起 真不敢相信 这么富庶的陛侠国竟遭此大灾 真是让人痛心 陛下 我们陛侠国和集杀国世代友好 相信您一定会出手相救的 这个 这个 公主殿下 我们也很为难 什么 为什么 难道贵国也遭灾了吗 这个 公主殿下 不瞒您说 前几天 黑风国的军师冷心来过了 冷心来过了 是啊 他们放出话来 如果我们要是给你们一粒粮食 黑风国就会大举进兵踏平击沙国 所以我们只得如此 原来 原来是这样 以我们集杀国的兵力根本无法与黑风国抗衡 我这个国君必须要替百十万集杀国国民着想 所以实在不敢在这个时候给你们粮食 我明白了 看来这次我们是白来一趟了 我们也是出于无奈 公主殿下 还请你们能够体谅我们国王的难处 是啊 国王陛下 黑风国曾经攻打过集杀国 当时你们向我们陛侠国求救 陛侠国吉祥皇后发兵 几十万攻打黑风国 化解了集杀国的危机 这个您没有忘记吧 当然是有此事 现在黑风国的大军被我们拖在流星河一带 他们不能也不敢再来攻打集杀国 但是如果我们陛侠国战败了 那将是集杀国的末日 有道理 很有道理 无忧公主 你说得好 让黑风国的那些家伙见鬼去吧 我们才是一家人 我这就吩咐他们为你们准备所需的粮食 太好了 国王陛下 谢谢你 应该的 这是我应该做的 请 真壮观 公主殿下 这些粮食都是给您准备的 不知够不够 够了 真是足够了 太感谢了 太好了 这一下被侠国可有救了 公主殿下 您还有什么要求 请尽快安排车辆 明天我们启程回国 明天 这个 我想想 怎么 怎么了 公主殿下 您看这么多的粮食 要准备好运送的所有车辆 没有十天恐怕不行 十天 那怎么能行 到时候就什么都晚了 真的 可是这个 陛下国威在旦夕 一刻都不能耽误的 冷静 你们明天知道我们需要一些粮食 太过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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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是不想跟我们聊吧 是啊 不行 你们怎么能这样 这 找国王 让他说说清楚 走 可 这就是国王陛下的意思 真没想到 他们怎么会这样 我们还把国王的态度当真呢 其实他们早就盘算好了 根本就没想借给我们粮食 不管怎么样 我们必须得把粮食运走 怎么运 我们没有别的选择 只能靠自己 就凭我们三个一点点的帮 到了流行河那儿还不得明年了 儒 啊 我陈卡 好 它 你也要不去做了 我有办法了 你有什么办法了 听着 我们可以自己造船 什么 自己造船 开什么玩笑 自己怎么造船 运那么多粮食 你知道需要多少只船吗 我看也是行不通的 放心 有他帮我们 这东西有什么用 这是长老给我们的大力神水 你们知道吗 喝上一口 我们的力量就可以增加到一百万倍 一百万倍 一百万倍 尊敬的国王陛下 公主殿下 有事吗 您是不是已经答应给我们仓库里的粮食了 对吗 那当然 一国之君马 岂能食言呢 太好了 我们就请您把仓库里的粮食都运出来 运出仓库 做什么 放哪儿 贵国东岸边有一块很大的空地 您把它放在那儿就行了 放在空地上 那然后呢 然后吗 就不麻烦国王陛下您了 这 真不明白他们到底要干什么 陛下放心 无论如何他们也搬不走这么多的粮食 那么多的粮食 就当搬出来晒晒太阳 一防发美 好 关上城门 告诉所有人不许靠近他们 以防他们又出什么馊主意 好 是 你是 来 来 进去 喝吧 喝吧 站住 接着 成功了 好严的 尊敬的陛下 请原谅我们的不辞而别 走吧 赶快回避峡谷 你说什么 没了 这怎么可能 这不是真的吧 是啊 我也奇怪 简直是活见鬼了 那么多粮食怎么夜之间 我的粮食 陛下 陛下 我看他们已经是山穷水尽了 我们是不是应该动手 渡河的船只准备的怎么样了 明天就可以集结完毕 好 今天准备停荡 明天一早进宫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将军 黑风国大军已经全部在对岸待命了 少说也有十几万大军 怎么办 去 通知长老 是 长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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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了 司马将军的消息 他说明天估计就要开战了 将军还说 这我们一定要做好 应对最坏结果的准备 您看我们该怎么办 莫然 我们要做最坏的打算 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什么 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怎么回事 这到底是什么 是什么 啊